他跟车站连在一起的白岗山 大火他准没错啦 特别拿了那个验毒品的纸哦 就是插了我们的行李箱跟宝宝 陶太郎 萌萌太郎 居酒乌丰的大阪烧 这里真的超好吃的 是日式的早餐盘 嗨 各位好 我是Able 欢迎收看陆镜蓝湖 看到这个熟悉的背景 应该就知道我要干嘛 没说我要出国 我现在人在桃园国际机场 我这一次旅行的地点 是在日本的中国跟四国一带 大概会去的一些地方 像是松江啊 高松啊 钢山啊 出雲这些地方 所以接下来会是一些 这一系列的相关的旅游影片 我今天要搭的是 骨航的非钢山的飞机 整个飞机的过程大概是两个半小时左右 去钢山的时候呢 这一集 会先介绍一下我去钢山要住的饭店 顺便开箱一下 我们是要住VR-in 没错又是VR-in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他们家的饭店 现在差不多要check-in了 待会去钢山见啦 我们现在到了钢山的淘太郎国际机场 这个机场真的是蛮小的 它只有六个柜台 然后只有一个行李转盘 因为机场比较小的关系 每一个旅客他的查验都非常的仔细 刚刚有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就是我跟朋友啊 因为身上有刺青嘛 所以他特别拿了那个验毒品的纸 就是插了我们的行李箱跟宝宝 插得非常仔细 其实蛮有趣的 所以拖了一下时间 现在就赶快出发到市区啦 这边有钢山淘太郎机场的纪念章 如果你们喜欢收集这种东西的话 记得带一张纸过来 这个超好看的 机场一走出来 这边就是淘太郎 萌萌太郎 我现在已经到钢山了 现在身后这个就是我今天要住的饭店 是钢山的VIA IN 为什么会选择它呢 因为我之前住过几次他们的饭店 感受都还蛮好的 所以我这次订饭店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想到要住这边 而且它很方便 它跟车站是算是连在一起的 楼下有很多麦当劳 然后Starbucks 然后有其他的一些卖吃的 卖宝宝的地方 所以这一集 就是要来开箱一下 它的饭店的房间 然后还有这间饭店 它的早餐的表现是如何 这一次我是搭 虎航的飞机来自飞机来钢山 整个飞行的过程时间 大概是差不多两个半小时出头 因为我是很久没有搭虎航 大概八九年以前 虎航他们的工作人员 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活力 而且他们的那个 自助报道的那个部分的系统 也都算规划得还不错 如果说万一你不会的话 其实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会辅助你就是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整个在自助报道 然后就是放心里这个部分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有问题 都其实都可以问他们 整个过程飞行过程的机组人员 也表现的都还蛮好的 因为感觉上都蛮年轻的 很有活力 所以体验都还不错 座位的部分呢 其实跟一般联航都差不多 也不会特别难做 真的是蛮建议你们 如果说也有想要来钢山的话 就搭火航机组没错啦 真的是很棒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进去饭店 check-in吧 VR-in呢是在这边的五楼 蛮方便的哦 楼下就有GU VR-in到了啊 他们的那个Lobby看出去view还不错哦 外面就是整个车站的那个景哦 这样看出去很漂亮 那边我已经事先结过帐了哦 所以说 如果你们万一是还没有结帐的话 你们就要来这台机器哦 就是办理自动报道 然后跟结帐 这边就是可以选 然后比如说选到反题中文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些就是教你怎么样办理的步骤啊 饭店的备品一样这边都有哦 像就是有咖啡啊 有茶包啊 这些东西 你们有需要什么的话 你们就是自己过来拿 如果说你需要梳子跟刮胡刀的话 那个是要另外再收费的哦 一个是100块日币 这一次住的是9楼 920 这是我们今天要住的房间 我们这一次订的饭店比较小间哦 是16平方米 进来一样 右手边有一个全身的穿衣镜 左边呢是厕所 厕所我们待会再来看 这个是房间的内部 两张单人床 真的是比我之前上一次啦 上一次在北海道的那个房间笑蛮多的 上一次我记得是23平方米哦 应该有的都有啦 像这个电视 还有就是加湿器 空气吸引机跟加湿器 还有一台小小的 真的是很小的比较 然后这边有两张小小的沙发 然后跟一个茶几 这边的东西就稍微比较久一点啦 可能饭店稍微比较久一点点 这个是我刚刚在楼下拿的贝品 这个是他们的咖啡 这边小小的床头柜就比较简单哦 它就几个开关 这个插座比我想到之后还要少 只有一个人一个插座而已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 整个房间里面大概只有四个插座 其实稍微比较少一点 接下来是厕所的部分 我没有想到它的厕所居然有透明的窗 可能是因为房间真的比较小啦 所以说它要让整个空间感就是变得比较通透 你们看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居然还塞了一个浴缸 这样子洗澡的话 如果你是跟朋友来应该会有点尴尬 它上面有附了一个这样子的窗帘 如果说你们觉得尴尬的话 你们就可以把这个窗帘这样把它拉下来了 沐浴用品的部分一样是VIA IN他们家自己的产品 我之前用过其实是真的还蛮好用的 这个是我房间看出去的景色 其实我觉得蛮漂亮的 因为整个俯看出去就是车展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地方 就是它的隔音真的非常的好 我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真的是蛮棒的 好啦 那我们VIA IN飯店的房间介绍到这边差不多结束了 接下来就带你们去看看我在钢山这边找的美食 甚至那个神秘的带路美食 另外呢明天早上再带你们去看看这间VIA IN他们的早餐好不好吃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这个是他们路上的人孔盖 超可爱的 车站的附近有一间很大间的EO Mall 如果你们晚上需要Shopping 或来超市买东西的话 这边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车站附近除了EO Mall之外呢 还有一间唐吉赫德 它就在高岛屋的隔壁 非常方便 我们这一集的带路美食 要带大家来钢山这边吃一间 这边非常有名的 它是钢山居酒乌丰的大阪烧 它的店名叫Morning 我们现在就赶快进去吃饭吧 这个是他们的Menu 我今天点了 这个 综合的玉好烧 这个应该就是大阪烧 我点了一个它的炒面 因为它的炒面看起来实在是蛮好吃的 还点了 炒豆芽 然后接下来我还点了其他一些软性的饮料 它其实还有蛮多东西的啦 看起来每一个都还蛮厉害的 那当然如果你们要喝酒的话也没有问题 它这边有提供蛮多的那个酒的种类可以选择 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里面的气氛很热闹 我刚刚看到日本人点了 我才赶快翻了Menu一下 这是什么魔性的饮料 它这个好像是啤酒 还是那种酒精饮料 然后里面放满了满满的香菜 超好笑 店家其实蛮贴心的 除了正常的日文啊英文菜单之外 他还有准备繁体中文的菜单 这个是我们点的第一道 这个来的第一道 炒豆芽 超大一盘的 可是好香喔 真的超好吃的 这个是我点的炒面 哇看起来真的是超赞的 超厉害的啊 超好吃的 哇 你能不能看到柴玉在跳舞 这个是我点的第三道 这个是综合的玉好烧 大阪烧 它里面有花枝啊 然后有虾仁啊 有猪肉啊 看起来就超强的 我们先来吃吃看那个 没有加美乃滋的版本 这个是综合的玉好烧 这个是综合的玉好烧 它里面有花枝啊 然后有虾仁啊 我们要来试试看 加美乃滋的版本 这个才是我觉得的正宏吃法 哇 这个淋上美乃滋之后 看起来超邪恶的 看起来超厉害的 我吃完了 我吃完了 靠一句日本人他们讲的 就是 真的是超好吃的 真的很喜欢 他们的那个豆芽超脆 然后呢 调味也都非常的好吃 我没有想到这会这么厉害 刚才在那边想说 不知道 会不会就是像以前的经验 吃别的那个大反召 就是有一点糊糊的 然后可能吃不习惯 就完全没有 超级好吃 我非常推荐 你们来岗山的时候 一定要来吃这一家大阪烧 超棒 我觉得今天吃到这一家大阪烧 金屋中的天花板 真的是蛮好吃的 明天呢 明天早上就带大家去看看 这家 VIA INN的那个早餐 这家饭店的早餐是如何 吃起来是如何 大家有听到 店里面的气氛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超级热闹 好吧那我要回饭店啦 这个是VIA INN的早餐卷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看看 看它跟北海道的VIA INN 早餐有什么不一样吧 这个是他们的白饭 这个是他们的白饭 这边就有标示说 他们的这个米 是用三种不同的米去混合的 看起来就蛮厉害的 这边有各种不同的配料 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给日式的早餐吃的配料 这边还有明太子 有鲑鱼松 这个应该是鸡肉吧 鸡肉松 这个是梅子 腌梅子 这边还有一小杯的纳豆 跟海苔 还有一些调味料 酱油这些东西 这个是茶泡饭的汤 可以就是用这个茶泡饭 然后去装那个白饭啊 使用 然后再来配这个旁边的这些配料 然后这个是饮料的部分 有蛮多种选择的啦 这是咖啡的部分 咖啡的一根茶泡的一些配料 这是咖啡机 这个是他们的面包的部分 面包的种类还算蛮多的 我记得他们有强调说 他们的面包啊 都是当天制作的 都是有经过一些长时间的瘦身 所以看起来还蛮厉害的 这个是优格的部分哦 早餐的优格 还有一些基本的水果 这个是生菜沙拉的配料 配料大概有 有六种不同的配料 看起来也都蛮新鲜的而已 这边就有各种不同的酱料 我觉得它这边比较特别 是它的沙拉酱 就直接做一包一包 有基本的 比如说像什么凯撒酱啊 和风酱啊 胡妈酱 上面还有油醋酱 就这样子 你不想看起来 你不想看起来 在这边 比如说 或者说 大家有点儿 有点儿 这个 你不想看起来 你不想看起来 从这边 你不想看起来 你不想看起来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起来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早餐盤 他們的早餐也分成兩種類型 這個是西式的 這個是它的湯 另外這個就是日式的早餐盤 它就有白飯 有一個衛生湯 這邊有其他幾種不同的配料 其實我覺得日式的看起來比較豐盛 我做了一碗他們的茶泡飯 還拿了這些麵包 還有拿了優格 我幾乎什麼都拿了 還有拿了一碗沙拉 沙拉看起來還不錯 我要來開動 這邊有特地有對他們的米飯做了一些介紹 真的是還蠻強的 我剛剛吃了一下它的米飯的口感真的是很棒 好 我剛剛吃完鋼山VI的早餐 他們的早餐是那種比較偏商務類型的 你去吃的時候它會給你兩種選擇 一個是日式的一個是西式的早餐 早餐盤的這個部分它是不可以再去的 它就是直接一個人一盤 但是呢他們在其他的部分 他們還是有準備了很多的配料 比如說叫茶泡飯 或是說有一些日式的那種小菜 有生菜沙拉米飯等等這些東西 但是畢竟它是商務類型的早餐 所以說它其實選擇性不多 但我吃起來我覺得它的早餐盤 其實沒有那麼喜歡 而且東西分量其實也不多 但是後面其他的東西 像比如說它的生菜沙拉跟它的麵包 還有它的米飯確實我覺得是蠻厲害的 麵包真的很好吃 我五種麵包我全部都吃過了 還蠻棒的 白飯的這個部分呢 茶泡飯也還不錯 單吃的時候也好吃 所以難怪它會特別就是做了一個標示 就說他們的白飯是用三種不同的白米去混合 很棒 這個部分非常棒 整體的住宿體感呢 我覺得他們的床還是真的是很好睡 雖然我這次住的房間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有點局促 整體以它的價位來講的話 我覺得還是蠻值得的 對剛剛還有忘記提 就是它的早餐的部分是1200塊日幣 所以其實折合台幣200多塊 這樣子的表現我覺得已經算OK了 OK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評估看看 看你們下次來要不要加訂早餐 我覺得這個飯店有一個很優秀的部分 就是它的隔音真的很好 我睡了兩天 我完全聽不到隔壁有沒有什麼聲音 或者是說像因為我隔壁就是車站 旁邊都是車站 我幾乎真的是聽不太到那個車子的聲音 睡得非常的好 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很棒 這一次VR-IN的那個開箱影片到這邊 差不多就要結束了喔 希望你們還喜歡我講的這些內容 如果還喜歡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再次看見 又按讚 再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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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